恐怖的海洋漩涡见过没有 官网船只都会被吸入海底吗 欢迎来到史上最全留言验证节目 留言终结者第四季第十三集 大家好 我是山哥 今天第一则留言叫做死亡漩涡 和人类的航海史一样古老 漩涡一直是让人着迷的海上威胁 即便是森林之王泰山 面对漩涡也一样束手无策 在留言验证第一部分 杰米和亚当要在大水槽造出漩涡 放入等比例模型船 在第二部分 他们要看漩涡对落单游泳者的影响 证明游泳者就是亚当 首先来看看真正的漩涡 坐上海岸防御队的船只前往南桥塔 没走多远前方就出现了漩涡 还不止一个而是一连串 这些都是桥墩造成的漩涡 桥墩后方的水流较慢 和奔流过桥墩的水混合就会产生漩涡 并非所有漩涡都是水中障碍物造成 比如海洋漩涡 多半是对洋流冲击形成 海洋相互打断时 中央形成漩涡让水盘旋而下 有时可深达上千米 桥墩附近的漩涡力量也很强 可以带动4万磅的船只晃动 回到工作室 亚当想用喷射水流制造漩涡 杰米则有不同的想法 所以哥俩决定分头行动 看谁做出的漩涡比较符合实际 亚当使用小型游泳池泵 和底部游动的水槽 打开泵 水被吸到下面的洞 经过泵后重新循环 结果产生完美持续的漩涡 轮到杰米 他把两片金属桨液装在无线钻距马达上 每分钟转速330 旋转深度超过22厘米 小型漩涡做完再做中型的 只要用到更大的水槽和更大的泵 杰米这边也需要更大的桨液 亚当的动作很快 很快复制出完美漩涡 再度加大尺寸 这次是50加仑水槽 泵再次立刻产生漩涡 亚当也有所发现 水槽越大 维持漩涡所需的水量也相对较少 另一边 杰米的蒋液使用更强力的马达 但这次没有形成漂亮的漩涡 很明显 亚当的作品比杰米的好一些 那么勇者的任务就交给他了 首先要做一些迷你亚当 可以看到 这次的体验估计不怎么舒服 终结者希望制造出像样的漩涡 这是全球最大的海潮漩涡 位于加拿大第二岛甲外海 直径超过60米 最高纪录流速为14节 比他们在桥上看到的漩涡流速快三倍 亚当咨询专家后得到答案 用泵循环打水 就是重现海潮漩涡的最佳办法 研究人员找到了容量9000加仑的水槽 足以应对他们的需求 接下来开始做等比例船只模型吧 货归模型的轮船比例是1比500 拖网渔船的模型则是1比50 大小都很合适 只要确定吃水水位正确 排水量正确 就能放入漩涡得到正确的结果 时间有限 哥俩找来帮手 就是亚基米德死光实验的杰斯 趁这个时间 哥俩来到当地潜水用品店 买一些安全装备 并在店里的训练池测试紧急氧气瓶 看到亚当在被漩涡袭击时 多久能含住氧气瓶 结果还不错 亚当还找到一个漩涡吸船的惊人记录 1980年在路易斯安榨州 某座湖的转油平台 意外击穿了一片盐矿 所有湖水都漏到里面 把几十艘船都给吸了下去 这个漩涡直径超过18米 惊人的是这场离弃意外无人受伤 容量9200加仑的大水槽很快晕到 3米宽 5米高 4人定制 简密线在底部钻管放置水管 水槽要悬空 以便摄管线 这大家伙到时会重约45吨 要留空间给管线 也要撑住整个水槽 这个工程用泵有200匹马力 一分钟能抽取4500加仑水量 这力道足以让大水槽里的水形成漩涡了 好不容易装满后 亚当迫不及待的启动了泵 轻松在水槽里形成大漩涡 自然界最快的漩涡流速是14节 大约每分钟42转 他们这个就有点太快了 得减速 亚当拿来1比50的模型船 漩涡得调节成1分钟一转 换成1比500的货柜轮的话 转速就得调成每10分钟一转 这哪里还有什么漩涡了 为了不让大费周章的实验被毁掉 亚当提议把实验改成损坏实验 看船何时开始面临沉默的威胁 计算当时的漩涡流速和实际漩涡做比较就好 货柜轮的原尺寸长300米 行驶时速是370公里 就天然的漩涡规模而言 显然是无法把它吸进去 现在来看 要多快的船才能被吸入 水泵全力发动 很快就出现了超自然威力的漩涡 货柜轮被轻松吸入不留痕迹 折合成现实速度大约得有3马赫 漩涡直径起码得接近1公里 接着是2号模型船测试 1-50的拖网渔船模型 真实尺寸约21米长 流速130节都不足以把它吸进漩涡 这比史上最快流速快了4-5倍 启动水泵 所出现的漩涡真实直径会是45米 流速超过100节 能轻轻松松将渔船葬身挨底 然而真实世界中不可能出现这么规模的漩涡 最后要轮到勇者亚当上场了 看看人类面对这样自然现象会发生什么 穿好潜水衣 带好氧气瓶 抓住吊架 由解米控制升高或降低 水泵启动 比照史上最快天然漩涡的流速超过14节 亚当开始感觉到强烈的下拉犀利 不到一分钟 漩涡急转就给他干晕船了 解米在他抓不住吊架前关闭水泵 若不是抓东西 绝对会被吸进去 天然漩涡对船造成威胁 但绝对是可以让游泳者送命的 臭弟弟不可避免的又吐了 喜闻乐见 下一则留言和学有关 有观众在网站上声称有过这种事 铲雪车的铲板高举 高速行驶在公路上时 能将另一辆车先飞到路边 实验很简单 找来扫雪车和汽车各一辆 两辆车高速迎面交错 看汽车是否会先翻 这应该是制作小组经手的最麻烦的一个留言 他们得先弄清先翻汽车需要多大力量 可以用磅秤测量力量 然后挑几个点把汽车当做静态负载拉动 托瑞找遍旧车厂买来实验品 重心高 轴距短 面积大又平 重量非常轻 为了知道弄翻这辆车需要多大力量 托瑞用绳子掏出车 绑在拉力机上 然后接上一辆卡车 拉翻测试到极限力量是450公斤 开立测量汽车单侧表面积 算出这辆车先翻所需压力 每立方英寸0.21磅压力 现在就差扫雪车了 托瑞听说可以免费弄到一辆 在加州和内华达州交界的内华达山高处 这辆故障的扫雪车已经埋在雪中多年 里面甚至已经被老鼠坐窝了 扫雪车标识最高时速只有70公里 这和留言所描述的可不一样 他们得设法让这块烂铁跑出110公里时速 轮轴机有很多 必须得清理干净才能跑 还要知道它能产生多大空气压力 凯利做了个压力计 基本上就是装满染色水的管子 当成空气从管子一端施压 水位就会沿着刻度上升 显示每立方英寸有几磅空气压力 另外以风速表测量风速 由于扫雪车还不能动 他们将压力计固定在解米的车上做测试 大货车时速100公里时 指数才半英寸 必须达到每立方英寸0.21磅压力 才能让迎面而来的车先奋 托瑞遇到过这种事 当你在双线公路行驶 一辆连接车擦身而过 迎面而来的气压 好像会把车子甩到路边 但只是好像而已 看来这扫雪车有点悬啊 制作小组切断扫雪车的传动轴 让他的车轮不被生锈的齿轮箱卡死 终于让扫雪车动了起来 不过还是有个轮子不动 一直被拖着走 果断把它给拿掉 结果使得整根车轴向下掉 悬吊系统完全失衡 没办法 毕竟是免费的东西 修吧 花了将近两天和几家轮的润滑油 制作小组终于搞定了袖死的车轮 接下来还要搞定刹车 毕竟不能总是依靠撞车来让车停下 总有一个办法能知道 滑雪车的刹车是否管用 就是拖着扫雪车找人踩刹车 这个幸运者就是格兰 通常这种事都应该是老兄上场 不过今天他没来 说是感冒了 尽管格兰戴上安全帽和安全带 托瑞心里还是有些忐忑 所以这次测试 他们选定安稳的30公里时速 时速到达10 扫雪车上的格兰猛踩刹车 没有反应 急忙拉下紧急刹车 但扫雪车还是没停 反而挣脱拖转链向一旁驶去了 好在速度不快 没多久就停下了 刹车必须发挥作用 该寻找扫雪车专家前来协助了 二人花费了45分钟 才勉强搞定一半车轮的刹车 这效率已经相当惊人了 能用就行 另一半就那样吧 接下来准备进行测试 因为这次不会有人在车上 所以格兰设计了遥控刹车装置 装在扫雪车和目标汽车上 拨动开关线性传动器 就会压下踏板 这对终结者来说小菜一碟 搞定实验品 该来详细计划了 扫雪车和目标汽车 个绑上450米拖揽 拖揽会透过滑轮系统传送 把两辆车脱离车道 固定轮子的公路护栏充满水后 约重半吨 在两辆车汇车之前 要先确定格兰的遥控刹车装置是否管用 凯丽先用刹袋堆起最后防线 以防刹车失灵 准备就绪后 凯丽驾驶货车开始加速 目标是时速110公里 但拖车无法让扫雪车达到这个速度 只达到时速60公里时 格兰就不得不刹车了 结果根本没用 扫雪车撵过沙包 装上路障后停下 总出问题的后轮又锁死被拖着跑 转向架被扯下来 得重新焊接 后来毁了两个 现场一片狼藉 通常这应该是做完测试的场景 没想到今天提前了 他们在扫雪车上 焊接钢架加装甲板 希望加大表面积 积聚足够气压 先翻汽车 格兰则跑去修理刹车 他焊接了新支架 压紧踏板 一切完成 怪兽甲板扫车又准备出动了 现在就来看看 这头怪兽到底能不能先翻对象汽车 两辆车面朝彼此被拖动前行 扫雪车很快达到了前所未有的100公里时速 与相同速度的小汽车擦身而过 两辆车的间距只有一米左右 好消息是 两辆车的刹车系统又失灵了 都是撞翻路障后才停下 格兰这遥控刹车是做得明明白白的 然而询问后并不是这样 这小子压根就没有启动开关 什么 你问为什么是好消息 老观众应该都知道 破坏爆炸才是终结者的初衷 出现这么刺激的场面 肯定是好消息 那么流烟破解 为了确保扫雪车的诅咒永久破除 终结者们展开甜美的复仇 将扫雪车彻底摔成废品 本期的流言终结者用亲身实验证明了 天然形成的海洋漩涡 无法对船只造成威胁 但可以轻松让游泳的人类送命 滑雪车急速行驶 无法用禅雪板产生的压力 掀翻对向汽车 今天的流言挑战到这里就落下眉目了 小伙伴们如果有听过 有趣且可信的流言 欢迎在评论区流言讨论 欢迎大家观众王哥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